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生 今天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睡眠的质量 失眠和我们的被子的重量之间的关系 现在社会人的普遍压力比较大 而且还有很多的娱乐项目 手机什么的 所以很多人晚上经常睡不着觉 很多人认为失眠就是整晚整晚不睡觉 实际上不是的 失眠分为很多等级的 其中的一个就是你倒在床上之后 30分钟之内如果还没入睡 那就是失眠了 还有一个就是早醒 有些人睡着了之后 可能我们正常应该睡7个小时 睡8个小时 他可能睡4个小时5个小时就醒了 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还有些人就睡得很表浅 睡得非常非常浅 睡眠质量不好 经常的做噩梦 这种睡眠的质量差 导致什么后果呢 就是导致你白天没有精神 做什么事情都特别犯困 没什么精神 昏昏欲睡 严重的会导致你情绪发生改变 特别容易烦躁 见谁都想吵架 很烦 心里面每天都是烦烦的 烦躁一怒焦虑欲 这个是失眠 给我们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 那么怎么来改善这个睡眠呢 就有一个研究 就研究了一下 我们盖的这个被子的重量 和我们的睡眠质量之间的关系 这个研究的结论 值得我们大家去看一看 有兴趣的 有失眠问题的这些朋友 可以调整一下自己被子的重量 可以使您的睡眠得到很大的改善 甚至让您的失眠得到治愈的效果 那么这个实验 是发表在了这个我们叫做临床睡眠医学杂志 一个国外的ICR的文章 那么这个研究呢 它是做得非常有意思 一共是120个人 这120人呢 失眠已经超过两个月了 并且呢 他们白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精神症状了 比如说交流医癒都会有精神症状了 把他们随机分成两个组 一组60个人随机的 一组60个人 这60个人呢 让他们盖重被子 这60个人呢 让他们盖轻被子 重被子组的这部分人呢 让他们的被子是6到8千克 就6到8公斤 大概是12到16斤 我们换成这种 如果是你盖8公斤的被子 觉得太沉了 那么可以减轻一下 没有问题 你可以去盖6公斤的被子 这个是重被子组 那么轻被子组呢 给他们盖的被子 不管是羽绒被啊 还是什么蚕丝被啊 这种无所谓 重量呢 在1.5公斤 那么不能超过三斤 1.5公斤 分成两个组 然后接下来 这一个月 就让他们盖着这种被子睡觉 一个月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啊 结果非常具有明显的区别 那么盖重被子组的这部分人呢 他们的这个 叫临床 改善失眠的这种有效率 达到59.4% 59.4%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结果 那么完全环节率 就是完全给你环节了 一点失眠问题都没有了 完全环节率达到42.2% 这是盖重被子组的 而那种盖轻被子组的这部分人呢 我们想一下他盖的被子比较轻 那么他的几乎是没什么效果 那么改善率大概是只有5.4% 完全环节率呢 大概也只有3.6% 是非常非常小的 然后这个实验到此又结束了吗 并没有 还有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呢 就是他把那些盖轻被子组的这60个人呢 哎 再继续让他们盖重被子 把他们全都纳入到这个纳入到这个重被子组里来 继续观察了一年 结果一年之后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年之后呢 这个所有的这些啊 现在已经不止60个人了 其中有8个人呢 他退出了 还112个人最后全都是盖重被子了 一年之后他们的有效率啊 失眠改善的有效率达到了92% 完全环节率达到了78% 这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那么睡觉睡了好了之后呢 这部分人给他们做一个那个白天的这些精神方面的量表调查 焦虑意欲情绪方面的量表调查 白天的这些情绪啊 焦虑意欲这些工作效率啊都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啊 它是一个全面的改善 睡眠质量改善了 那么睡眠质量相关的一些白天的一些症状呢 都明显的改善了 所以说被子的重量啊 对我们失眠症状的改善呢 是具有显著的影响的 那么它不仅改善了那个睡眠的这个晚上 失眠的这个严重程度 而且呢还参与了白天的疲劳啊 焦虑啊抑郁的一些症状 那你说为什么盖重被子的人 他就睡得好 而盖轻被子的人他就睡得不好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奥的医学的解释 它有涉及到一些分子生物学的问题啊 非常机智方面的解释 那么第一点原因呢 就是这种一定的压力 压在身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包裹的感觉 这种压力的刺激啊 刺激我们的皮肤啊肌肉啊关节啊 这种压它有一种按摩的效果 按摩的效果 其次呢也有研究表明这种深层次的压力呢 可以激活我们人体的复交感神经 而抑制我们人体的交感神经 那么交感神经是什么 交感神经就是我们要考试了 我们要考试了 我们要去应对一个非常严重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试 一个面试的时候 我们人就很紧张 很紧张的时候呢 交感神经兴奋 血压身高心跳加快 这样呢我们的思维非常的敏捷 便于我们去应对一些应激的状况 这是交感神经兴奋 而睡觉的时候呢 是完全不需要这样的 睡觉的时候我们需要负交感神经兴奋 我们要迷走神经兴奋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心率慢慢的减慢 变得平缓 呼吸变得顺畅 然后呢思维变得缓慢慢下来 一切都慢下来 然后才有助于睡觉 它有一个镇静 有一个镇静的效果 那么这个是一个深层次的压力 对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镇静的效果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这种深层次的压力 还可以刺激我们身体 产生一个什么叫催产素 催产素呢 它也有一定的抗焦虑啊 有一定的镇静效果 那么在睡眠 在放松的时候呢 都可以起到一些发挥的作用 这个是在原理上 机制上的一些解释 那对于我们个体来说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被子盖到一定的厚度之后呢 一定的重量之后呢 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一种包裹感 能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很安全的感觉 很安全的感觉 所以说很多人就 虽然现在有了一些什么蚕丝被 有什么羽绒被 但是那些被子都很轻很轻 也有人很多人 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盖老家的棉花被 我就睡得很舒服 但是我去盖这种蚕丝被啊 羽绒被啊 总觉得少点什么 其实呢 就是和这个被子的重量 有一定的关系啊 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的困扰啊 建议您可以去盖一个 6到8千克这么重的一个被子啊 如果说被子太轻了 可以把自己的衣服啊 局部的搭在身上 胸前啊 腹部啊 腿上搭上 衣服裤子搭在身上 搭上之后呢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压力的感觉 能够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 有一个按摩 有一个包裹的感觉 给你增加一些安全感 这样呢就会睡得更好 谢谢大家